为什么会有慢性疼痛 疼痛通常是身体告诉自己受伤了的警告讯号 像是脚踩到积木会有疼痛 让身体不会持续受伤 当受伤好了 如果破皮长好了 疼痛就会消失 但是有时候受伤好了 疼痛就会消失 疼痛还是继续存在 或者没有明显受伤 疼痛就产生了 这是因为疼痛系统发生了一些问题 当疼痛讯号持续存在的时候 会让脑袋和身体的神经特别敏感 变成疼痛讯号在不需要产生的时候 仍然产生 不断地向脑袋传送疼痛的感觉 持续6个月以上的疼痛 就叫做慢性疼痛 慢性疼痛对生活的影响是什么呢 疼痛会影响生活品质 也会造成紧张焦虑 透过生物社会心理模式 可以帮助你找回生活的主控权 想一想 在有疼痛的时候 你的生理 像是肌肉紧绷 头痛这些的 还有人际关系 还有行为 例如说不想出门 想睡觉 这些的 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我们在团体当中 会讨论这些议题 并且想办法去解决 疼痛就像一个收音机 正常运作下 就像轻柔的背景音乐 应该对生活不造成影响 但是呢 疼痛系统发生问题的时候 就像音量被抬得太大 调不下来 声音大到没有办法专心 让人焦虑不安 想一想 当你紧张的时候 疼痛是不是常常变得更严重了 当你开心的时候 疼痛是不是变得好像变小了 这是因为有些事情 可以帮助我们调控疼痛大小 就像收音机的音量 可以调整一样 每一个人 可以调控的因素都不一样 在正面疼痛团体中 我们会讨论哪些 是可以调整你疼痛的事情 有兴趣了解正面疼痛团体的患者 欢迎到台北荣种疼痛控制科门诊咨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